郭宝胜5月8日在推特上留言 时间能证明一切 过不了半年 一切会真相大白 世事变化难测 变法勇士康有为 几年后就成为仍人厌恶的宝皇派 引刀成一块的英雄汪精卫 很快成为民族的叛徒 能对世上的人与世友遇见的 毕竟是少数人 大多数人随大流 长时间懵懵懂懂后才会认清真相 这样的话语一出 立刻引来诸多推友的不理解 昔日坚定挺郭的宝胜 仅仅因为文贵不反习 就一直翻脸 还说他是宝皇党 可文贵从一开始就是不反习的 他的立场从他爆料的第一天就提出来了 那个时候你那么支持他是为了什么呢 以前对你还抱有一丝幻想 希望你是一时糊涂 没想到你是这么落井下石之人 你的感恩心呢 郭文贵给你的钱还少吗 你侮辱牧师这个词 你处处影射郭文贵 把康有为都搬上来 你有汪精卫的资源呢 还是有康有为的才能呢 不到讲经才是你的本分 念篇文章就算是革命了吗 保胜的善良不要给人利用了就行 对合作 时间会证明 希望你做的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事 有些时候 不纯是感情的问题 有些人 在面对理念和金钱的时候 会发生巨变 有两句话值得思考 第一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第二 你最爱的人伤你最深 很多时候 真相往往很残酷 无法以常理和逻辑来分析和判断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反正很伤胆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